最近中共央行宣布 從今年7月份開始在個別省份 實行大額現金管理 規定要求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 達到一定現額的存款 將會被官方重點管控 6月11號 中國新浪財經報導稱 中共央行6月9號發布了 《關於開展大額現金管理試點的通知》 聲稱 為了抑制不合理需求 以及遏制利用大額現金進行違法犯罪提供支撐 而作出加強大額現金管理的決定 這份通知顯示 大額現金管理試點為期兩年 2020年7月先在河北省市行 2020年10月開始擴大到浙江省和深圳市 試點銀行分別是中共央行石家莊中心之行 杭州中心之行 深圳市中心之行 試點區內的對公帳戶管理起點為50萬元 對私帳戶管理起點分別是 河北省10萬元 浙江省30萬元 深圳市20萬元 根據央行同事發布的大額現金管理 先進行中心 提出的 市面流動性在短缺 短缺的時候 中共肯定要從各銀行調撥 一旦有一些大的儲戶 一下提走10萬、20萬、50萬 那可能銀行頭寸就出問題 中共顯然不光是美金了 中共顯然不光是美金了 也人民幣現金貨幣都出現了問題 根據央行同事發布的大額現金管理 先行先事方案內容 這次試點的主要目標包括 大額現金存取業務、大額取現預約、大額存取現登記 以及特定行業企業大額現金交易紀錄和報告 特定行業企業大額取現與用線管理、個人帳戶大額用線管理 個人現金收入報告、大額現金出入境監測等 央行的這份通知在解釋進行試點的理由時宣稱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大額現金交易集中在特定領域、特定人群、特定時期 導致現金流通綜合效率不高 通知還稱 大額現金廣泛使用 容易被腐敗、偷逃稅、洗錢等違法犯罪活動利用 存在一定風險 大陸餐飲老闆王先生向新唐人表示 現在中國經濟瀕臨崩潰 中共已經潛餘技窮 中國人有那麼多人 整個經濟 我認為就是一湖的水 或者是一湖的魚 他們都可以用格子把它隔起來 不讓你流動 魚不能流動 那麼他們就是覺得那條魚大了可以捕撈啊 那條魚小了再養一養啊 這樣他們的目的就很容易達到了 黃先生說 中共的目的就是想把老百姓的錢 變成政府的錢 然後他們就能夠安安靜靜的、穩穩定定的 讓自己的貨幣發行、達到自己的目的 中共央行在2019年11月中旬 就曾發布關於在河北省、浙江省和深圳市 試點開展大額現金管理的公開徵求意見稿 當時就有海外民眾表示 共產黨想全面掌控老百姓的銀包